好,接下來就是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的 有一位大哥,這位大哥 首先提出來地球就是一個大磁鐵 像個大磁鐵,所以它有磁場 所以它才能夠吸引磁針指向南北方 這種叫做地球磁場 所以為什麼磁針會指向南北方 就是因為受到地球磁場的作用 因為地球就是一根大磁鐵 所以它有N級S級 所以就把磁針吸到南北方去了 就是簡單這樣說 那請問你,它就表示地球這個磁場 在北邊,它是哪一級 我現在告訴你 磁針指向北方的叫做直北級 叫做N級 指向南方的叫做直南級,叫S級 然後我又告訴你 磁鐵是同名級 相似一名級湘西 所以它在北方地球磁場 地球這個磁鐵 在北邊是哪一級 它在北邊是哪一級 帥哥 這幾幾齁,26 帥哥26,等一下 哪一級啊 S級 S級 在北邊應該是S級 因為北邊是S級 所以才可以把N級吸過去 然後呢,我這圖上面畫了 地球好像中間是一根磁棒 這是我們想像中 地球就是中間一個磁棒 事實上 它的南跟北沒有在一根線上 沒有在一根線上 那你不用管它了 等於我們就把它想成這樣 所以北邊是S級 南邊是什麼 N級 因此 我們的磁力線在地球表面 從哪一邊那邊 北半球到南半球 還是南半球到北半球 這件事情未來要用 這句話未來要用 所以我們地球的磁力線 在地球的表面 是北半球到南半球 還是南半球到北半球 是東半球到西半球 西半球到東半球 哪一個 是哪一種啊 我們請 這個可愛小女生舞蹦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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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半球到外派 北半球到外派 北半球到地球 北半球到南半球 北半球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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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跳過 從來 從來 你講什麼 北半球到南半球 北半球到北半球 不錯 南半球到北半球 要從N級到S級 所以是從南 南邊是N級啊 所以外面是N到S 裡面S到N 所以表面是從南面到北半球 我說過這件事以後要用 你給我記嘛 然後所以就是這樣一個 這邊有一個地理北 有一個地死北 地理北就看北極星的 地球自轉軸 地球自轉軸指著北方 叫地理北方 自轉軸穿出去那一頂 叫做地理的北極 那個地死北是看指南針的 指南針的 好 說這個北 叫做地死北 地死北 兩個有沒有在一起 沒有 因為沒有在一起 所以就有一個 叫做死邊角 因為兩個沒有在一起 所以地理指的北方 跟磁鐵指的北方 沒有在同一點 有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做死邊角 死邊角 真正的北方 跟地死北方的 角度叫死邊角 現在的 現在什麼羅盤啊 什麼飛機導航什麼之類 都會去做修正 都會去修正 就是它有隨時做修正 那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畫地圖的北方是 所謂的地理北 我們畫地圖的北方是所謂地理北 不是地死北 所以要做一些修正 那再看看我們那個 磁鐵是彎的對不對 磁鐵是彎的 然後我們說切線方向 磁場方向 時針會順著切線方向排 那麼這個切線 那就有沒有一直跟地面平行呢? 沒有 沒有跟地面平行 那這個角叫做磁青角 然後磁青角一個角度 然後磁青角一個角度 然後你拿著指北針指南針 他說這邊叫做N級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了地球的那個S級的地方 它就怎麼樣? 指下去對不對?朝下指嗎? 我這邊這邊沒吸下去嗎? 往下指 這樣往下指 表示我的角度幾度? 九十 九十度 所以我要說九十度 九十九十度 說這邊叫做北極 就是所謂的地磁北極 最北極叫地磁北極 我們平常考試的時候 我們都把刺道當作零度 磁青角啊 我們就糊弄的說刺道是零度 那其實沒有那麼正確 不過我們就這樣糊弄過去了 我們就把刺道當作是零度 刺道當作零度 OK 這就是兩個角度 一個叫刺邊角 一個叫做磁青角 弄清楚它的意思 弄清楚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是 誰 凌脫 尤 猛 谢谢观看